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丁 看到我又回来就知道是要测试技能啦 今天我们要测什么技能呢 答案就是妖精的第二招神话技能 元素之剑 这个技能相信大家都已经体验过他的强悍了 那我今天当然不是只要测试他的面板属性啊 这个什么无视减伤跟属性暴击 还有没有剑也能射击的这个东西 大家都看腻了吧 我们现在要测的是元素暴击 属性伤害跟属性防御究竟有没有实装 他的实装又是如何计算伤害的呢 那我们在测试一切伤害数据之前 要先把所有会影响到数值准确性的误差来源 都先把它排除掉 让这个伤害维持最准确的计算能力 好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先点个订阅点个赞 好先测一下我们的属性暴击究竟是怎么计算的吧 影片正式开始啦 我们今天为了要精准的测试啊 我准备了两把一样的武器 分别是5属的加9次验以及D0三阶加9次验 这两把弓因为强化值一样 所以会有相同的命中以及伤害 唯一的差别就只有在面板的属性伤害 会多了3点的D属性伤害 那我们现在使用加9无属性的次验之弓 面板是伤害207命中327 属性暴击20% 风伤6火伤0为什么要讲火伤呢 因为为了要精准的测试 所以我把属性洗成了风跟火 让你们看一下元素之剑跟精灵手灵加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是火爆或风暴而有伤害上的差距 又或者是一样的伤害把它加同在一起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测试的时候我们开启所有的面板 好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面的就是我们的目标的血量 以及我们上面的登记伤害表 是登记暴击的那一下 开始 那我们第一轮测试完毕啦 从上面的面板 伤害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不论是风暴或者是火爆 都有一样的伤害区间 而且他都呈现了最大伤害 打出来的伤害峰值是382 不论是你是风暴击或者是火暴击都有同样的结果 就是风火伤害加在一起 共同打出来的数值就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测的就是如果多了地属性三阶的地伤 又会变成怎么样呢 现在切换为地零三阶加九次验 面板一样给大家看一下 207327不变 属性暴击20%火灵风6 多了一个地属性伤害3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测试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开始吧 好啦各位经过了这个漫长的测试啊 我们终于把两轮伤害测试完了 然后从这个面板上面我来帮各位推导一下结论 先把把这个试算表拉大一点点给各位看 风火妖加九次验 第一轮测试只有风伤6的情况下 打出来的伤害峰值是382 而第二轮我们多了一个地属性3的伤害 打出来的伤害峰值是396 这个结果就是我身为风火妖 打出来的也只有风跟火的箭矢 暴击也只有风跟火 但是他居然加入了看似毫无相干的地属性伤害 也就是说 这有可能就是元素之剑的潜藏能力 他可以融合了四属性的伤害 让你成为一个元素大师 你可能想说这没什么吧 好错了 如果只是普通攻击 一般的属性伤害加上去可能没什么 但是你们要知道 属性暴击的倍率 他可能到6到8倍的面板伤害 所以这个属性伤害即使多1 可能代表让你额外伤害多了6到8 这个是很夸张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今天元素之剑学起来 除了他面板上面看到的什么 无视远程减免 跟属性暴击20% 还有什么不带剑可以攻击之外 还有帮你把四属性整合在一起的潜在能力 这个技能 我必须说如果你转值要转的话 请优先转元素之剑 精灵王那个技能真的可以后面再学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属性暴击伤害测试 接下来第二阶段 我们要测的就是属性防御测试 开始咯 测试的过程太累了 我太难了 其实这个测试数据的过程 非常的冗长 而且会很无聊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想要做这个伤害测试的原因 都只想直接等别人测试完的懒人包 或是数据表来看结果 所以愿意帮大家测试的直播主啊 还有所有的玩家都非常的努力 帮自己吹捧一下 帮我点个赞点个订阅吧 谢谢你们啦 这两轮属性防御的测试 也都顺利测试完毕啦 好累 有够累 这个真的是很难测 所幸啊 在这两轮中都出现了所谓的伤害峰值 那现在我就依照这个结果 帮各位简单的分析一下吧 第一轮我们在测试风抗60%的时候 打出来的伤害峰值是375 而第二轮我们在抗60%的时候 打出来的伤害峰值是389 那为什么同样是抗性60 却有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呢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面板 面板是风属性伤害6 地属性伤害是3 那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虽然我们学了元素之鉴之后 是把4个属性的伤害加在一起 但是它每一个属性伤害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使用对应的属性抗性 就可以有效的削减掉 该属性带来的伤害加成 我们风抗60%对应的是风属性6的伤害 被削减60%之后 它会被削掉了绝大多数的属性暴击伤害 而我们第二轮的测试 抗60%对应的是只有3的地属性伤害 所以相对来说3的伤害对应的60%减免 它打出来的暴击伤害 就会相对来说比风的削减的要少 那整体而言 不论是风抗或抵抗 都比原本的属抗0的情况下 396都还要少 也就是说属性防御可以有效的抑制 对应属性的属性伤害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属性防御跟元素伤害的测试结果 也回应各位我们的属性防御跟开服的一样 是有时装的哦 如果对于开服的测试 想要知道的话可以看我过去的精华影片 我在开服第一年的时候就有做了属性防御的测试 好我是丁丁 有什么想要测试的再跟我讲吧 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掰不 好嘞 我好想放弃啊 他都不暴击 根本就是暴击给我miss 我快累死了 眼睛好酸 暴击又给我防御 傻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